大家好,现在有非常多人喜欢种植月具这种花卉 但是当我们购买回来的月具 往往都是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要么就是很难浮盆 要么就是容易出现叶片丢落 大面积的丢落 主要原因就是当我们给它栽种有一段时间了 它完全没有浮盆 就导致它没有吸收到一些任何的水分养分 那么就容易出现了死亡的症状 那么我们要如何才能让它快速的长出新根呢 让它浮盆更加快成活力高呢 继续解决这些问题非常简单 我们只是要给它试用一种粉之后 这个根式就会快速的长出新根 这种粉就是这种耐乙酸 它是纯正的生根粉增强主根快速的生长 增加根式的数量和长度 促使它长出新根是非常明显的 尤其是我们给叶聚千叉的时候 当它冒出了新叶 我们就给它使用这种耐乙酸之后呢 就促使菊株快速的分裂分化 让它快速的长出新根 使用的方法呢也非常简单 我们先准备好500毫升的清水 然后呢就取这个小盖子 一小盖就可以了 一次性给它浇透 不管是千叉 还是老装型的叶聚都可以使用 只要促使它长得新根多了 石瘦功能才会强 脊柱呢才会生长得旺盛 我这个千叉没有叶聚呢 就是给它使用了两次之后 看下这些新叶就撑撑冒了 长势非常好 这种生根粉呢 在家庭使用非常方便 尤其是有一些花有种植的叶聚 还有兰花都有等等的这些花卉呢 都可以使用 这样就有效的 就是它快速的长出新根 能让它长势更加旺盛了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